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欢迎大家来到 每日亮光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 思想圣经中的真言28章 这章呼吁我们要追求正义和智慧 并且揭示了遵循上帝教训人者的重要性 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 聆听这些智慧的真言 真言28章 邪恶人没有追赶也逃跑 正直人却像狮子一样勇敢 国有罪过政权不断转换 国有贤君必然长治久安 暴君欺压穷人 正向暴风雨冲毁鼓舞 违背法律的人赞同邪恶 遵守法律的人反对邪恶 邪恶人不晓得什么是正义 寻求上主的人明白事理 贫穷而正直 胜过富贵而诡诈 年轻人谨守法律就是聪明 跟好吃懒做的人结交 难免羞辱自己的父亲 以高利贷剥削他人自负的 他的财富终必落到 体恤贫穷者的手中 你若不遵守法律 上帝必厌恶你的祷告 引诱正直人作恶的 要掉进自己的圈套 纯洁的人将得奖赏 有钱人往往自以为聪明 明达的穷人却看穿了他的底细 义人掌权 人人庆贺 坏人当权 人人躲藏 掩饰自己最过的 不能有幸福的人生 承认过失而悔改的 上帝要向他施仁慈 敬畏上主 幸福无穷 刚必顽固 自取灭亡 暴君挟制穷人 有如咆哮的狮子 或密食的熊 统治者不明事理 必成暴君 恨物不易 必尝治久安 犯杀人罪的 是在自觉坟墓 不必去阻止他 行为正直的 得保安全 行为诡诈的 必然跌倒 勤劳的农夫 粮食充足 浪费光阴的人 难免贫穷 诚实的人 满有幸福 想发恨财的 难逃惩罚 心存偏思不对 但有些法官 竟为了 一小块面包 和王法 贪婪的人 急于要发恨财 却不晓得 贫穷就要领到 规劝别人的 往往比专说 惨媚化的 更受爱戴 向父母行窃而不以为非的 跟一般窃贼 没有差别 自私制造纷争 信靠上主 福责无穷 愚昧人 一意孤行 听从名达人的 必得安全 周济贫穷的 从不缺乏 贱贫不救的 必受诅咒 坏人当权 人人躲藏 他们败亡 义人再行 今天的经文 有许多不同的主题 首先提到的 第一个主题是 邪恶人和政治人的比较 首先经文这样说 邪恶人 没有人追赶 也逃跑 政治人却像狮子一样勇敢 这提醒我们 正直和义行 将带来稳固的信心跟勇气 使我们能够勇敢面对逆境 不论我们面临多大的困难 只要我们秉持着正直和义行 我们就可以 得到保护跟支持 另外 行为正直的 得保安全 行为诡诈的 必忽然跌倒 违背法律的人赞同邪恶 遵守法律的人反对邪恶 邪恶人不晓得什么是正义 寻求上主的人明白事理 T6节说 贫穷而正直 胜过富贵而诡诈 这都是在提醒我们 不要如同邪恶人 只想着犯罪 而正直人懂得寻求上主 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事 在这段经文当中 也提到了君王的治理之道 可以给今天的领导者做参考 经文这样说 国有罪过 政权不断转换 国有贤君 必然长治久安 暴君欺压穷人 正向暴雨冲回古物 义人掌权 人能庆贺 坏人当权 人能躲藏 暴君挟制穷人 有如咆哮的狮子 或蜜食的熊 统治者不明事理 必成暴君 恨恶不义之才的 必长治久安 而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如果正直 善良 让这个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相反的 如果领导者犯罪 或者不明事理 则自然而然会被淘汰 在这段经文 还有第三个主题 是劝戒我们 要远离贪婪的陷阱 19节到22节这样说 秦桥的农夫 实用无缺 追求虚患的人 难免贫穷 诚实的人 满有幸福 想发横财的 难逃 惩罚 心存偏失不对 但有些人 竟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往返 贪婪的人 基于 想要发横财 却不晓得贫穷就要领导 这些真言金句 都是警告我们 贪婪和不义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应该远离贪婪的陷阱 追求正直的生活 以免坠入罪恶的深渊 亲爱的弟兄们 真言28章 为我们揭示了正义 和智慧的重要性 在我们生活中 让我们追求谦卑正直 诚实和忠信 远离骄傲贪婪和罪恶的陷阱 愿我们在神的恩典下 坚持走在正义和智慧的道路上 并在生活当中 彰显上帝的荣耀 求上帝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